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胃炸以后把它洗净切开 最后把它切成两片最合适 然后我们就把它捶干 等会我们再去烤 为了烤鱼 今天我还特地去买了一个烤鱼的工具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可以把鱼夹在里面的 然后把它复盖上 这里还有一个扣子 可以把它扣住 好 这样就可以把它拿出来 都可以翻面什么都比较方便 今天还买到了新鲜的肠豆 看一下 这是我们来加拿大出几年 第一次买到新鲜厂 非常期待 然后我们现在往外来装 我们现在往外来装 现在我们下了 OK 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鱼的情况怎么样 现在大概烤了 几分钟的样子 它完全没有感觉 好,就先看 现在要给它上一点油 继续烤 现在来检查一下 看怎么样 这个黑的小鱼 现在来看 把它翻个面 继续在烤鱼 现在烤鱼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后院的花 现在是五月份 这是后院,这是漂亮的 这个黄色的是杜椒花 这颗白色的 看一下,这也是杜椒花 然后这里有一颗大鲜艳的红色的杜椒花 开得非常冒险的设计 开得非常冒险的设计 这儿是两颗粉色的 然后这个上面还有一颗 也是粉色的,但是这个粉色稍微有点不一样 查了一下,这也是杜椒花 好了,现在烤了二十分钟 我们再看看怎么样 看起来还不错 再把它放在里面 好,现在 孩子们 真的放一波球 好,现在看起来差不多了 要再放调料 看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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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的少调料 捏下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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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捏下影片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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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起砍过了 不辣 不辣不辣 好了 现在差不多半个多小时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情况怎么样 稳的应该是焦焦的 这个尾巴 尾巴就非常脆了 差不多了 看一下 好 今天的烤鱼就到这里 我们继续享用了 谢谢